5月12 今早上我去了樹屋 雖然好像不常上課 但星期日跟老師包過餃子 老師應該不生氣吧 早上先寫好了明天的作業 比較有誠意 原本以為可可亞會遲到 沒想到就早到了 你來了 昨天遲到了 今天就很早來了 我帶來了 要放到時空膠囊裡面的東西 她晃著手中的盒 那個不是蛋卷的盒子嗎 你怎麼拿這個來了 怎麼了嗎 我和可可亞說要把自己存在的證明帶來 放在時空膠囊裡 就放蔬枝不就好了 居然是要裝存在的證明 好歹要好一點的盒子嘛 我可是用生日禮物當盒子喔 爸爸說啊 那是人家想要拍馬屁才送來的 亮晶晶的白盒子 聽說是大象的牙齒 可以不要用象牙盒裝時空膠囊嗎 大概是跟我一樣牙齒掉了 丟到床底下被人撿去用了吧 幹大象是有床喔 雖然裡面裝的是筆 可是我的筆很多 所以我把筆丟掉 只留下盒子 可是可可亞帶的盒子是我上次跟他吃的洗年來蛋捲鐵盒 這個也是我的寶物喔 百石中盒子我家多的是哪裡寶貝了啦 算了 我們開始弄吧 那個... 其實我想過了 我覺得這兩個盒子 是我們的秘密 對嗎 對啊 那我們來寫一封信 不用寫了 反正十年後你也 寫信給自己 好奇怪 寫信給自己是又沒什麼用 可可亞還說沒事 明明就把頭給撞壞了吧 我想這樣說 可以嗎 好啦可以吧 看我好像不太想 可可亞還求我 拜託 好吧 雖然不是很明白 不過寫信也不難 我私下圖畫本指的兩張 和可可亞趴在地上寫 我原本探頭想看他寫啥 不過他意外的小氣 先不能看 為什麼 好奇怪 酷酷 你今天好奇怪喔 不會是那隻敲鑼 嘎骨的猴子 偽裝成可可亞吧 因為是秘密嘛 最近大家怎麼都喜歡秘密啊 老師也說秘密 真是 看他一臉哀求的樣子 我翻了個白眼勉強答應了 好吧 我真的很想看可可亞寫了什麼罵 不過可可亞藏得很隱密 伸長脖子老半天還看不到 算了 我就隨便寫一寫埋進去好了 想想看我要寫什麼 嗯 先想想十年後 我和可可亞在做什麼好了 可可亞大概成了畫家吧 我大概接手了爸爸的工廠 成了生意人 我們寫好後放進盒子裡 可可亞連帶了什麼也不給我看 討厭 總之我們挖了個洞 把盒子埋進去 不過 不知為啥可可亞的表情突然開朗起來 難道是把煩惱埋進洞了 嗯 那他教教我好了 不對不對 最好是把那北七叔叔埋進洞更好 不知道如果問可可亞會不會幫我呢 好 我們來玩吧 拍了一下手 拍了一下手 為什麼為什麼 獨木舟 獨木舟 那衣服會弄濕嗎 衣服不會濕 可是那個會濕 我是說髮帶 會唷 會唷 喔 所以該有泳衣立繪了嗎 嗯 我到獨木舟這裡等你 該有死庫水了 我到樹屋的時候已經快中午了 因為我除了泳衣還帶了點吃的 回到暗時 可可亞正好在獨木舟上面畫了兩隻小鳥 小鳥的眼睛還沒上色呢 來 他們的眼睛正等你畫上顏色喔 變鬆 鬆鼠嘴了 來了來了來了 泳衣呢 所以我說那個泳衣呢 我把背包丟到船上 結果畫筆朝小鳥眼睛點上兩點 雖然油漆流了下來 感覺好像變成黑色的眼淚 不過隨便啦 完成了 耶耶耶 完成了 嘿嘿 我們抱在一起跳了起來 時間有限 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到河岸的另一隻 該有例會了 該有CG了吧 可可亞舉起右手指向天 說著 我的一聲無 喔沒有 感覺就像魔法師 為了怕遇到鱷魚或其他 可可亞在船上放了一隻 這是我們砍木頭用的小斧頭 我們穿好泳衣 哎呦我們 穿好泳衣 開始進行冒險 我褲子都脫了 你給我看這個 你褲子多脫了 給我看兩個大妖怪 穿著泳衣嗎 雖然可可亞這泳衣也是挺騷 喔不是啦 我褲子都脫了 你給我 你給我 唉 算了 我和可可亞一前一後滑入獨木舟 啊哗啦哗啦的 風裡面吹來我一點都不興奮 感覺好像白癡一樣 我布格克亞的劍站起來 開始唱歌 感覺 Too 我愛被海嘲英雄 是海如 twenty 她不懷惱風和拿 爼 他不懷惱瘋和狼 胖海樂無窮 我愛被含笑英雄 死海沖為風 我看他可以唱多久 他不懷惱瘋和狼 胖海樂無窮 我愛被含笑英雄 死海沖為風 他不懷惱瘋和狼 胖海樂無窮 看他又唱得多變算了 胖海樂無窮 我愛被含笑英雄 死海沖為風 我們邊滑著獨木桌 一邊唱著歌 唱了一首又一首 明明就同一首 胖海樂無窮 我過了一段時間 我抬頭一看 發現離開河岸好遠了 其實有點怕 好 我們會回不去家裡 不過我相信可可一定記得的吧 太陽就像鑽石 海面像玻璃 充滿無法描述的顏色 既藍又綠 又白又黑 彩虹的河 獨角獸怪被出現呢 那隻翹落打過的猴子千萬別出現 我可沒邀請他 不知滑了多久 有沒有兩小時呢 我們邊唱邊滑 滑滑停停 終於看到了一個小島 靠腰真的我的妹妹 好吧 只好當我的妹妹了 搞不定這樣我就有妹妹了 好棒 我就可以發妹妹文了 不過靠近的時候才發現 與其說小島 不如說是沙洲 雖然長了一些小樹跟濕濕的草 但是看起來很薄弱 我到那裡去 可可亞指著沙洲好像課本裡的哥倫布 我們靠岸 把獨木舟拖上了沙洲 梅拉蒂把獨木舟的繩子 綁在小島的樹上 我覺得那個樹屬草萬會垮 真的好嗎 會不會飄走啊 這裡會不會垮掉啊 不會啦 我來過幾次了 不要用力踩或者跳的話就好了 那我就很想跳耶 反正我會游泳 趴趴亞不用怕 可可亞把伏導斧帶著 以免有意外 這張根本只是把剛剛那張船 然後把下半身拿掉而已吧 啊不是 把船的下半身拿掉而已吧 然後會說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可可亞有緊身褲呢 我褲子都脫了你給我看這個 唉 我們坐到沙洲的高處 沙子是白的 天好藍像露營傘一樣 我覺得真應該拿本寫生的本子來畫圖 放船上真後悔 不過放船上應該也會濕吧 算了 不然可可亞就這樣躺著曬太陽 有一陣子好像睡著了 我有一瞬間希望不要回家 是啊我挺喜歡緊身褲的啦 也不錯啦 呵呵呵 可惡想 騷想 我希望可可亞不要回家 就永遠在這生活 明明這個沙洲沒安全感 好像下雨就會沉 但這些可可亞在一起 就好安全 我們來幫這個小島取個名字好嗎 好呀 不是大家叫它的名字 是我們叫它的名字 叫自由島怎麼樣 感覺很自由 叫樹枝島怎麼樣 這個樹上有樹枝 好啊 好啊 這叫命好好爛的名字喔 看著海浪衝我們的腳 看著沙子我有了想法 我們用沙子 來做浮雕好不好 那就以前和爸爸雕過沙堡 後來就沒了 好啊 要做什麼呢 做喜歡的東西好了 嗯 喜歡的東西當然是做爸爸囉 回頭大的可可亞 他雖然做沙雕 但是眼睛不是在看哪 心不在意也太明顯了吧 還是巫女島 好 不過有個外國作家講過嘛 一人不能騎兩匹馬 幹這什麼屁話啊 現在可可亞的腦子裡 大概在騎兩匹場景錄吧 所以我決定捉弄他一下 欸 Coco啊 你是不是喜歡誰啊 蛤 沒有啊 是嗎 我故意裝出一點懷疑的樣子 真的真的 這種話 不能亂說啊 我真的沒有啦 但是看我不相信的樣子 可可亞猛地站起來一臉擔心 連他的膚色都一下就白了 喔 帕帕亞從哪裡聽來的 怎麼會聽到這種事情 他緊張的揮手否認 但是反應太大害我覺得不好玩 沒有人這樣說 我只是覺得Coco啊 今天好像混不知道跑哪去了 所以想捉弄一下而已 別嚇我 可可可亞才坐下來 嘘了一口氣 沈默又來了 以前啊 我和可可亞從來不太會沈默的 我們總是有好多話要說 每天時間都不夠 而如今到底是時間變多了 那 那 那個 還是我和可可亞變遠了呢 因為 我是沒有喜歡什麼男生的 喔 更何況 我想 不會吧 我覺得應該不是 因為 因為以他們來講 他們應你應該 他們應該是沒有辦法隨便喜歡誰 對啊 我 只能被選擇而已 他搞不好是被 被 被嫁給誰了我覺得 他可能已經是要被 被 被強迫嫁給誰了 我不是要你難過就是了 我覺得這兩天的可可亞好消沉 連我玩笑當真 好難過 不要喜歡女生 可是我覺得想要 可是我不想要 扒扒亞當妹妹耶怎麼辦 是我有問題嗎 可是我比較想要扒扒亞當妹妹耶 可可亞太聖母了 絕得不適合我 從那天開始 那也怪怪的 笑也不笑話也少了 雖然以前 可可亞會陷入沉思 但這樣真的好怪 欸做好了 靠你爸爸長的怎麼跟骷髏頭一樣 後來我們繼續做沙雕 嗯 做了個小鳥和蝴蝶 那真意外,還以為他會做大樹跟長頸鹿 因為大樹長頸鹿比較難做啊 還說他要做大樹,還要做大樹嗎? 對喔,他今天還在船上畫了小鳥 他開始喜歡小鳥了嗎? 過了一陣子,他又做了一隻羊 我不是很喜歡羊,除了吃起來還不錯以外 真的嗎?這張圖很多巧思嗎? 好吧,我看一下好了 嗯,他 我們知道 帕帕亞的胸部比可可亞小 然後,可可亞有緊身褲 然後 帕帕亞有微綠色的泳裝 然後有大腿 然後有曬痕,有小肚臍 然後 可可亞 的眼睛比較圓 帕帕亞的眼睛比較尖 跟 可可亞的屁股比較大 嗯,就這樣吧 想羊就要酸好啊,拜託 我們陪他的羊,那我們的車誰陪啊 我本來要做爸爸,但是爸爸太難做了 我就做成櫻桃小丸子 櫻桃小丸子是又比爸爸啊 簡單嗎 你說 神做人類的時候 會不會也是這種感覺啊 什麼感覺呢 想念你把人這樣做出人類的感覺 嗯 不知道呢 可可亞又隨便回答我的感覺 真希望他把心師告訴我 欸,是有啦 是有Galgan,有泳裝有Q版啦 只是... 唉,等一下再說吧 嘻嘻嘻嘻,看著我做出來的沙堆 神,為什麼要做出人啊 一個人 不是很完整 很悠閒嗎 我打算就這樣自顧之地講下去 有人說 神 造出人 是因為愛 我覺得 這個答案太簡單 欸, рад仁 太簡單是錯的 事實上 我觉得神造出人是因为寂寞 所以才必须造出很多让人非得爱自己不可的理由 寂寞这两个字我很熟 父母生出我们也只是因为寂寞吧 我感到生气虽然不知为何 因为想要用我们让他们不寂寞 可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是不是寂寞 寂寞这种东西又不是只有人陪着就会不见的 不能乖乖玩杀吗 我说出来以后看到可可亚用有点惊讶的表情看我 才觉得自己好像说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我刚刚啊似乎是满脸怒容 可可亚露出了个苦笑 说实话我一直深知了可可亚才知什么叫苦笑 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人想笑就笑 想哭就哭 可是苦笑是什么呢 是不想笑却得笑 为什么难过了不能哭 为什么难过了不能面瘫就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笑给别人看 让他们觉得是对的 可可亚在这边真是个笨蛋 可是我又觉得明白他 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笑 因为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伤 做一个去随心所欲去伤人的人 太阳逐渐吸尘往海面靠近 云朵又橘又粉又蓝灰蓝的颜色 晕染的闪闪发光 一阵风吹来 使得树发出沙沙声 盖过了他的下半距 光穿过云层射到海面上 很漂亮很漂亮 可可你快看 很漂亮啊 嗯 很漂亮 远方有船只 在感觉像是圣光的阳光下 慢慢航行向远方 不知是不是爸爸工厂的船呢 还是独角兽 神圣大树与女神们的船呢 在这神圣的时刻 可可亚没有进行婚礼 蛤 所以我们要进行婚礼了吗 哦 是这个婚礼 我还以为是婚礼呢 就只是看着这风景 好像别的世界一样 和平无忧无虑的神的国度 我想着美人所信仰的神 以前和可可亚的时光总是特别快 今天却特长了 是因为没上课吗 还是因为感觉像别的世界 还是因为今天可可亚话很少呢 感觉很晴很蓝的天 挂着几片不下却灰灰的雨 少了可可亚的笑声 什么都怪怪的 我转头看着可可亚 她看着转暗的天空 不知想啥 一片空白的表情 什么刻意的发展 哦 所以真的要 我希望能让可可亚高兴 所以努力要广化丰富的活动 结果 还是让你感觉奇怪了 抱歉哦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啦 只是 不希望可可啊 把我当作不能说心事的对象 我不是有意要隐瞒 是因为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哎呀 姐安安 那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呢 可可亚看着逐渐变成蓝黑色的天空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昨天 有些人在争论一件事情 我分辨不出谁对 干 不要把我当共评好吗 靠腰 难道你们真的比较想把我献祭上去 然后让可可亚复活吗 你们觉得这样比较好吗 他们说 这个世界 和平的宗教都会被迫害 然后消灭 诉求和平的人 都会被欺误 杀害 即使他们留下的文化 也会被扭曲 无论多温和地诉诸 可可亚说完这些话 如果真理 那边有神大人就行了 蓝色的阴影 在他脸上染上的忧郁的颜色 我不知道 我该怎么想 我不认为他们说的是对的 却也说不出他们哪里错 我 还没有想出能够说服他们的方法 所以觉得无论 你怎么会觉得能说服他们的 我找骗了全世界 黑猫奶奶 却找不到 即使我们不信 他也能获得祝福的宗教 他们常说 神爱世人 但不爱异教徒 即使 神能够爱每一个人 人 却不能 因为 人始终会有分别 无法爱他人 如同爱自己 人 总是宁可 放弃成神 却乐于争论 分别 谁是异类 所以 世界至今 仍然没有救赎存在 我现在的感觉 就像苗老师的 不要在苗老师的干 跟我们说班上同学 欺负我们的时候的心情很像吧 我和老师 都很想实践我们的理念 但是现实总是告诉我们 我们似乎太天真 可可亚的头好低好低 感觉好像快要清到地板了 我其实不懂他为什么要烦恼这些事情 猫很可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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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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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还是事常说 猫很可爱 猫也像套云 CO Agreement 猫不罪 猫 planned 猫都是小狗 你的孩子 猫 犹猫 犹猫 被他犹了 stretchy 被你犹罪了 被你犹어야 temps 其实都跟你犹 Jedi 自己的壞人沒有兩樣了 人被咬就會死,為什麼不懂呢 我之前看的什麼甘地,不也是這樣說的嗎 是嗎?甘地是這麼說的啊 我講那些偉人好了 就算是苗老師也說過 真正的大人 是要跳脫自己的情緒 去選擇公理正義 我覺得這很難吧,那是聖人吧 那不是大人,那叫聖人了吧 可可亞好像笑了,因為天空的顏色變暗 我開始看不清楚她的臉 謝謝你,可可亞 也沒什麼好謝我的啦 人只能去解除別人的問題 而無能為力自己的事情 所以啊,我覺得可可亞說的那些人 那樣想雖然沒有錯 但如果這樣做的話 只會離他們想要的東西越來越遠 這啊是被那些壞人誤導了 壞人就是希望好人走上歧途吧 誒我說真的,他們晚上應該會冷和很多蟲子吧 應該已經早要被咬得滿身包了吧 我覺得 這樣口水把他們舔一舔的 這樣就不會癢了 區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這又是一種歧視 我大力的搖搖,超可可亞,不解的看著我 就像我討厭蜘蛛 當然也好討厭 第一印象就決定一切 理由都是後來追加的 是啊,所以臉才是重點啊 老師也講過 人只是習慣性討厭跟自己不一樣的人 人只是會先入為主地拒絕自己不了解的東西 他們想針對你 他們可以找出千百種理由來合理化為什麼討厭你 但其實最大的理由就是 他們就是看你不爽 討厭蜘蛛就是討厭蜘蛛 就算舉出一百種蜘蛛的好處 我就是討厭蜘蛛 真主說過 我們要用神性去戰勝自己心中的魔性 同樣身為人類 還互相放棄,互相殺戮 這樣的世界實在是太不難了 可是人類歷史不就是一路這樣走來嗎? 人類的歷史不就是我殺你,你殺我 從三四千年前不就是這樣了嗎? 從兩河流浴開始就是這樣了 哭哭啊,只是太累了而已 等我和爸爸確定時間後 你就可以跟我們一起回台灣見你媽媽了 到時候,你在跟他好好聊天 一定就可以解除你的寂寞了 這時候某個東西突然一閃 哎呀,原來是煙火 好像煙火的東西畫過天空 我站了起來 那是 我以為我看錯,然後又是一道 像是細線的東西,拋出一條銀色軌道 哦,原來是無線軌道呢 差不多要開始了 無線軌道無線長,軌道外面是故鄉 可可亞看了下夜空 越來越多光芒畫過天空 像是有看不見的畫筆灰灑的顏料 更像不知名女神的法斯多 幹,你老師你最好是那麼多形容詞啦 那是 哦,我知道 獨角獸鋼彈對吧 還是GP03A 尼3D 尼3D 可可亞的眼睛閃閃發亮 那些星辰就像倒映在她眼睛裡一樣 有本北歐神話的書上說 只要對著流星起誓 願望就會實現 哦,就是你只要對著流星裝備起誓 然後Freedom跟Justy的鋼彈就可以裝上背包 還可以放合體技是吧 我知道我很熟 話說回來流星起誓真的是北歐神話的嗎 所以 啪啪亞 我們來許願吧 來許願吧 我們努力祈禱 在這個安靜的地方 我們祈禱給神聽 可可啊 也有需要祈禱的事情嗎 啊為什麼不告訴她的煩惱 為什麼只對神說呢 就這一點我不喜歡神 我有很多事情 已經盡了全力 依然沒有辦法 我想請求上天的幫助 我們對著滿天的流星 站著許願 我感到內心非常的平靜 像是被溫良的溫柔所包圍 如果世上真的有神 一定也在這片星辰後面聽著我們吧 啪啪亞 你許什麼願望呢 過了好陣子之後 可可亞問我 我想要爸爸 可可亞跟我永遠都不要分開 嗯 確實是爸爸亞會許的願望呢 她只是笑了笑沒有很感動 那可可亞呢 我希望世界總有一天 好感動啊 可可亞 真正能有偏的 人人能得正義 真正能被愛 真正能被愛 真正是天使啊 我問可可亞為什麼不幫自己 她也算幫自己啊 這就是我自己的願望 我們都不過是社會的棋子 被社會閹割 從不能做自己 唯一能擁有自己的方式 就是捨己為人 她又說許我聽不懂的話了 我搖搖頭 不讓自己做錯事的唯一方法 你當娃娃搖搖頭 就是像神一樣去愛任何人 愛到對方毫無怨言為止 連樹枝也愛 那樣的道路太痛苦了 可可亞真的麻吉聖人 麻吉天使 為什麼你要自顧自得幫他們贖罪 可可亞不會犯錯的 就算你錯也是魔女的錯 也是別人讓你犯錯的 為什麼要自虐來自我滿足呢 因為她抖M啊 喔我知道了原來可可亞是抖M 好現在已經 綿白一切 我知道 如果有一日我成名了 會有人因為我的國籍 我的性別 我的身份 我的身份 攻擊我 而不願意聽我說話 不停就不停啊 有力量也一樣 可可亞牽起我的手 放在她的額頭上 帕帕亞 我是怕的 我一直很怕 帕帕亞 我怕 我怕 所以才叫你帕帕亞 我怕被放在陽光下仔細的看 即使我渴望陽光 因為我知道 即使我一直努力的打磨自己 一直希望自己成為一顆寶石 我怕那些人 最終會因為我的天生 而否定我是寶石的事實 應該是出生吧 我不懂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可可亞要擔心這些事 那怎麼了呢 我認識的那個堅強快樂可可亞到哪去了 不管誰讓他被傷 我一定要讓對方生不於死 可可亞搖頭 為什麼她要搖頭 我明明很懂她 我什麼都懂 我連你都無法說服 更何況是其他人呢 紫色的流星從可可亞背後畫過 綻放出鮮牛花般的顏色 什麼 人的心中只要有怨恨 就會不無時無刻想要多拿 每個人都想贏回他們失去的 然而最後他們豈只想贏 撕扯著別人的傷口 來彌補自己的痛 但是那永遠不可能讓自己的傷口癒合 可是那不然呢 你自己的傷口本來就很難癒合啊 那只好讓別人跟你一起痛啦 就現實一點來講我覺得是這樣啊 人只是不能接受所有的人都快樂 卻忘記自己不快樂 但是即使拿的再多 也彌補不了那股怨恨 是啊 就算彌補不了 所以才讓別人也一樣慘啊 不就是這樣人就這樣啊 被那股怨恨不停剝奪的人 要如何呢 只好再去怨恨別人啦 只有受苦嗎 只有怨恨嗎 是殺掉任何該死的人嗎 不是啊 事實就是這樣 事實就很難啊 我覺得人本來就做不到聖人 我是真的做不到啊 我只是不想 絕對不想去接受那個事情 那個誰是應該被殺的事情 沒有經過思考的仇恨是錯的 沒有經過思考的寬恕也是錯的 你好激動喔 可可亞 可是好多好多人 連思考自己是不是錯了 都不願意 可可亞哭了出來 她的臉上流下了閃閃發光的淚水 在夜空中好像流星 我很恐慌 我不知道可可亞怎麼了 也聽不懂她說啥 是不是我做了什麼錯事 可可亞不想和我說話了 我不想我不想 拜託不要 我已經沒有可以說話的人了 求求你 就算是這樣的我 也不要拋棄我 不知不覺中 可可亞已經對我很重要了 不要到了現在才說討厭我 可可亞 我們還是朋友吧 對吧 我抓起她的手搖晃 你看這個 是你送我的戒指啊 還有 還有很多 很多你給我的 我給你的 我們是朋友 對吧 對吧 是 我們會一直都是朋友 你不要擔心 我當然擔心 我當然擔心 今天都12號 我當然擔心 我和酷酷阿一樣 有很多事情 根本不能靠自己辦得到啊 我下去這件事 我不可能一個人 我沒有要死掉 怕怕亞 你不要拍 對不起 很溫馨的劇情 可是我不停笑得出來 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插旗呢 旁邊那個小沙灘都插了一隻旗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隻小小的旗 還有一個骷顱頭 看著可克亞的表情 我才發現自己好像很激動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呢 我們 今天不是出來玩的嗎 情緒激動後有點無奈 是呢 抱歉 讓你擔心喔 浪費了很多時間呢 他從褲子的口袋拿出了個東西 我要 送你這個 我接過來 在昏黃的燭火下 那是一組小人偶 大小只比手掌大一些 很像以前在亞加達機場裡看到的人偶組合 但這一組有點不同 這組小人偶 一個畫著爸爸平常穿的襯衫領帶 一個像媽媽穿的白色長洋裝 這兩個人偶擁抱著一個更小的人偶 欸那個可可亞我知道很感人 但是你做錯了 你應該做一個人偶 然後另外再做一個那個育成呢 小人偶手伸的高高的抱住兩個大人偶 好像希望他們抱著自己一樣 小人偶穿著黃綠香間的洋裝 畫著雙馬尾的髮型 我抬起頭看著可可亞 雖然很努力 想做得很像了 但是 終究因為 只有看過幾眼那張照片 素描的不夠好 為什麼 你要送我這個呢 我感到自己的聲音有點顫抖 我不明白 因為 我不希望雨晴再感到寂寞 所以 希望無時無刻 雨晴都能夠看著這個人偶 她的旗已經插到地球另外一邊了 可可亞為什麼要叫我的名字呢 讓你花錢了 這不是我想說的 我想說的是更將膨脹的感覺 別這樣說 謝謝你 Coco啊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想我說出來了 對我也是喔 不管多久 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都是你的朋友 就算以後我們沒有在一起了 只要你需要我 我一定去找你 好 天涯海角都去 好 我也是 謝謝 看可可亞在流星下抱著對方 感覺風停止了流動 都沒有CG 我好像也不會有抱著CG耶 一直到流星少了 沒了 我們才做獨木舟回去 然後有點怕 拿出幾根蠟燭 點燃咒放在船頭 結果因為這樣 我們的船向了閃閃發外 嚇個屁你把蠟燭放在船頭 我覺得比較像三途穿的船吧 比較像地獄少女滑的那艘吧 可可亞拿出了一大包布的仙女棒和煙花 我不禁哇的一聲 哇 好多煙火 我有鄰居在幫台灣代工做這個的 我去跟他們買了一些 應該跟你以前玩的是同一種 我們就邊放煙火 邊滑回家吧 這樣一來 可以驅逐妖魔或者鱷魚 而且也能照明 重點是 能夠讓你開心 雖然我家不缺錢 但是每次煙火 大概都是過年才放呢 至於廟會的那種炮喔 一點都不好玩 吵死了 而且自從去年有煙火工廠爆炸意外後 爸爸就燒滿煙火了 我和阿全沒辦法幫你點 就麻煩你了 好 他也在划船 他怎麼點呢 欸 喂 可可亞你不要講偷懶好嗎 明明我們雨晴更厲害 一手划船一手點 一手點 一手點煎女棒 不要在這種地方做無意義的浪費好不好 你不要做這個無意的煙火 連意義都沒有 比流星更閃亮的光芒 好像太陽又好像星星像 我抬起手來 耶 好棒好棒 可可亞也笑得很開心 我點了又點 嘘蹦嘘蹦 然後點了很多仙女棒 爆化 金色的軌跡就像魔法棒一樣 我就是魔法師 反正 閃著軌跡跟大便一樣 今天我在這裡 應允趴趴亞和可可的願望 叮噹法術便便便 看我的厲害 可可亞一直笑著滑著船 我們就回到了河岸 我們把獨木舟系在岸邊 放好小斧 熄滅了蠟燭 怕把鐵盤子裝回布包 剩下的煙火 在河岸邊放完了 就完了各種的煙火 這只是笑 但我還是不想回家 終究得回家 至少可可亞得回去 不然絕對被罵的 我們收拾好東西 回到了樹屋 玉琴 我可能 我們要分開走回家前 可可亞想說什麼 嗯 沒什麼 明天見啦 不過可可亞沒有回我 大概是沒聽到吧 我們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雅家 雅家一人著急說 爸爸在找我 爸爸的表情好像要罵我 不知道為什麼 就算我回家 但我早回家 你爸爸又能陪我嗎 爸爸在乎我嗎 在乎我寂寞嗎 你到底野到哪裡去了 我掀翻了整個印尼 我以為你被綁架了 哼 結果 你居然完全不覺得自己 有做錯什麼一樣的回來 我去老師家而已 我撒謊 不想告訴爸爸 玩可可亞的今日 想讓他成為一個 只屬於我們的秘密 你騙鬼 哎呀被發現了 小小年紀就學會說謊 我早就打給你那支那老師 他說不知道你去哪裡了 後來啊 我又去那個王八蛋 一名小鬼的家裡 去跟那個王八蛋奶奶 問候他祖宗八蛋 知道那個小鬼也不見了 我就知道你們又不知道 也到哪裡去了 990什麼東西啊 爸爸越來越靠近我 抓住我的肩膀好痛 我說過很多次 叫你不要跟那種雜種來往 你為什麼就是不聽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代替你爹 酷酷才不是雜種 你要說雜種的話 那個隨便跑來別人家裡 白痴白喝的叔叔才是雜種 喔 完了 你踩到你爸地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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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踩到你爸地雷 你死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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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地雷王 啪的一聲 我的臉很痛 就在剛才爸爸打我 從來沒有打過我 他現在打了 我的眼淚沒法控制流了出來 一直到剛剛的快樂好像都沒了 我叫出來 爸爸看起來好像才是被打的那個 他一臉震驚 看著自己的手 可是我知道爸爸不打算跟我道歉 我聽到開門聲 那個混蛋跑出來看 是想笑我害我不夠嗎 我跑回房間 撞過那個混蛋 把房間上鎖 都是他的貨 爸爸才會變成這樣 爸爸不是以前的爸爸了 是要媽咋種啊 我決定明天去找可可亞 我們兩個 就我們兩個 永遠在打上生活 再也不回來 都是因為你媽死得早 我把你寵得沒天沒地 哼 爸爸那個說我恨我的爸爸 居然大吼大叫 我站起來朝這門大叫 我要反駁 聽到黃恩 爸爸發出討厭的笑聲 爸爸笑聲居然這麼讓人討厭 你是明白種族歧視是什麼 我今天不把你打死 我就不是你老爸 我含辛茹苦把你喇叭長大 你居然敢用這種態度跟我講話 你才不過是個小孩 你是懂個狗屁啊 重要的不是知識的數量 而是知識的質量 繼續嘴 爸爸根本不知道什麼重要的東西 他只知道有用的東西 好 我要給你經濟制裁 之後你也沒有零用錢了 顯然我得給你點顏色巧巧 不然都快搞不清楚 誰是老爸誰是女兒了 到那個時候 你再叫那個印尼人死小鬼養你吧 沒關係 我可以和柯克亞一起做代工 和柯克亞島上吃椰子生活 我再也不要這樣 民窮是悲哀的事 但是富裕則倍加悲哀 悲哀 悲哀 悲哀個屁 你知道什麼是悲哀嗎 悲哀就是沒飯吃 我勸你媽的 我對你哪裡不好 我給你飯吃 給你地方吃 子晶 你別這樣 那個混蛋假裝在勸架 都是他害的 我和爸爸會這樣 可可亞被葉卡婆婆嗎 都是他 我們的生活會這麼不幸 都是他 那個不幸的雞 喔不是那個不幸的雞友 幹 你閉嘴 雞友被罵了 爽 誰叫你要插嘴 活該 爸爸給我上學校 爸爸給我飯吃 爸爸給我住的地方 可是爸爸 真心愛過我嗎 有飯吃 有地方住 跟養小胖小胖有什麼不一樣嗎 沒錯 爸爸給我爸爸小白養 唉唷 幹 嚇我一跳 門好像爆炸了一樣 因為這一聲我突然哭了出來 爸爸想殺我 爸爸根本不喜歡我 我根本不是爸爸的小孩吧 我遠住嘴巴 退到房間裡 打開衣櫥躲了進去 衣櫥裡面還有我最討厭的猴子玩偶 我抓著自己頭髮 無法停滯哭 子晴 你今天喝醉了 這樣會嚇到小孩的 不要這樣 外面好像在打架 我聽到雅家尖叫一聲 你沒事吧 卑賤的印尼鬼 不要碰我 突然間外面安靜了下來 人都跑光了 一陣安靜了之後 我才聽到有人說話 雨晴 你還好嗎 他躲在衣櫥裡面 可以聽到外面講話 我放屁 都是那個人 都是他 會這麼不信 都是那個不信的姬友 爸爸不是故意的 爸爸今天在工廠 遇到很多煩心事 這些事情關係到雨晴 跟爸爸 還有工廠的員工 能不能吃飯跟生活 輪不到你說 你不是什麼好東西 爸爸我也知道 爸爸根本不是什麼好人 以前都是騙我的 這個世界上 只有可可亞真心對我好 這一定是謊言 我不能受騙 可是可可亞的話 突然出現在我耳邊 人的心中 只要有怨恨 靠 這種時候 小朋友這種時候 這麼氣的時候 能想到這種事啊 自私扯著別人的傷口 沒有經過思考的仇恨 是錯的 沒有經過思考的寬恕 也是錯 可是好多好多人 連思考自己 是不是錯了 都不願意 是啊 叔叔其實 幹你這種 你這種時候這麼激動 你現在可以冷靜 放屁我才不信 這種時候怎麼可能冷靜得下來 最好是現在 現在又突然智能提高喔 是啊 叔叔其實沒有怎麼樣 我只是不喜歡 跟我不一樣冷靜到我生活 就像爸爸討厭印尼人 可是可可亞跟我一樣 因為我們認識對方 我們了解對方 如果沒有人放下偏見 就永遠沒有第一步 所以我開了門 門外站著準備離開的叔叔 我也不是真的討厭叔叔 我只是不懂 聖人模式了 為什麼爸爸不在意我了 我又哭了 叔叔抱著我 拍著我的背 叔叔表示計畫通 本來我想用力推開他 但是我想到可可亞的話 就沒這麼做了 雨晴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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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 爸爸就會重新在意雨晴了 叔叔不 我忘記媽媽是什麼樣子了 爸爸總是不太管我 同學不喜歡我 除了哭哭啊 我沒有交到其他朋友 爸爸常說 我不喜歡讓自己需要別人 因為這樣感覺很優點 因為要別人就會被拒絕 所以一開始我誰也不要 雨晴 叔叔跟你保證 以後有什麼事情都可以來找我 不止雨晴好嗎 裡面很多人的精神年齡浮動都很大 不過這個其實是劇本的問題 這就是教本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也是因為要 要整個的關係 還是去樹屋玩 或者想要看什麼書 所以 雨晴不要再 因為叔叔我呢 也跟雨晴一樣喔 除了你爸爸外沒有別的朋友 也覺得需要別人好像是錯的 呃 這有喵老師 你還為了喵老師跟你基友吵架 可睡到叔叔現在這個年紀就會明白 人不可能自己一個人活下去 叔叔不希望雨晴去過那麼寂寞的生活 我什麼都沒有說 我並沒有因此喜歡叔叔這個人 但我想試圖按照可可亞所說的 先不討厭他 呃 因為這邊我們看過了 因為其實這邊在第一輪的時候都看過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算過得比較快 因為我們這邊跟第一輪是一樣的 對 跟那個 跟那個基友線是一樣的 對 所以我有一些對話我就直接跳過了 就是 就是對啊 可可亞說過 他的無力與迷失是來自於他無法說服我 那麼我就試著努力去當被可可亞說服的一個人 叔叔念了聖經給我聽 可是我覺得好無聊 呵呵呵 就像那個神父一樣 難道信教的人都這麼無聊嗎 一直重複上的講的話 感覺上帝的耳朵都搶剪了 我拿了以前爸爸唸給我的故事書給他 雖然叔叔的聲音很像女人又很單調 聽久了好像就沒那麼討厭了 就像叔叔丸子 吃久了也沒那麼討厭了 雖然我還是覺得他早點走得好 不過他都答應我會離開 那我就理智的對待他吧 叔叔講了好多聖經的故事 感覺那些聖人好像在我頭上轉啊轉的 然後我就睡著了 睡著之前感覺到叔叔摸了摸我腫痛的臉 oh yeah 5月13日到了